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以金发妹这样的悟性估计也只能约个泰迪啥的 于是詹妮佛也懒得管她了 就约上了酒吧的乐队主唱 听说你挺财大气粗的 要不我们去深入探讨一下 然后就上了乐队主唱的房车扬长而去 这时候只剩下落单的金发妹 喂 你那几个兄弟不是还单着吗 我不挑食 不过金发妹刚回到家 就看到詹妮佛浑身是血的站在她身后 我记得你家有机吧 金发妹刚说自己男朋友不在家 詹妮佛就打开冰箱吃起了鸡 估计她是真的想吃鸡吧 吃完之后詹妮佛就吐了一地的石油 金发妹说 卧槽 一只鸡九块九 一桶石油能卖三百 照你这样吃下去我们发财了 但是詹妮佛并没有理她 推开她就跑掉了 第二天詹妮佛性情大变 呃 其实变化也不太大 平时爱撩帅哥 今天居然不挑食了 她拉起一个平时暗恋她的小胖子 就走进了小树林 小胖子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没错 这就不是真的 两人正准备解忆欲睡的时候 詹妮佛张开大嘴就把小胖子吃了 从此之后 詹妮佛就开始了撩汗进食 进食撩汗的生活 有一天 詹妮佛又跑到了一个非主流 到了晚上 詹妮佛把非主流约到了一个鸟不拉屎的小区里 唉 自己约得跑再远也要打完 然后她就被詹妮佛吃光了 这时候金发妹正在家里 跟小男朋友做有氧运动 但是她突然看到了 那个被詹妮佛吃掉的小胖子 然后她就知道 詹妮佛肯定又在进食 于是她退开男友 开着车就去找詹妮佛 结果就在半路 遇到了刚吃饱的詹妮佛 吓得金发妹赶紧就跑回了家 但是到了家 她看到穿着性感小嫩嫩的詹妮佛 早在床上等她了 估计是条件反射 詹妮佛开始勾引金发妹 正当两人快扬那啥的时候 金发妹一把退开了她 然后詹妮佛就告诉了她事情的真相 原来那天她上了乐队主 唱的红车之后 他们把自己带到了一个树林当中 还挽起了捆暴 白来詹妮佛以为等待她的是一场激情大戏 没想到他们是想用詹妮佛的身体来研究巫术 只要把处女的身体献祭给恶魔 就可以召唤神龙实现愿望 不过他们带没带脑子呀 以詹妮佛这样的颜值 生下来的时候能是个处女就不错了 几个小哥念完咒语就把詹妮佛杀了 所以于是失败 詹妮佛被恶魔附身 以后只能靠吃人来维持生命了 有一次学校聚会 詹妮佛居然盯上了金发妹的男友 而金发妹似乎也感受到了男朋友的危险 非奔着找到了他俩 但是为时已晚 男朋友已经被詹妮佛咬了脖子 妈的你搞我也就算了 居然还搞我男朋友 是可忍老娘不可忍 然后就跟詹妮佛死了起来 最后仅存一口气的男朋友 把铁棍插进了詹妮佛的身体 詹妮佛一看打不过就跳窗户逃走了 不过想跑门都没有 金发妹拿着匕首就冲进了詹妮佛的家 经过一番打斗之后 金发妹把匕首插进了詹妮佛的心脏 然后就出现了故事开头的那一幕 金发妹也犯杀人罪 被关进了监狱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从剧情上来看有点狗血 不过还是有很多值得一看的镜头的 比如33分48秒 37分51秒 53分29秒 以及60分钟12秒 推荐喜欢的朋友快进去看一下 好了本期的鲁麦看剧就到这里了 喜欢我的解说 请的关注哦